连安装个漏斗都放车了 看来是熔炉旁边的这个云团搞的鬼 我现在就来把它给清除掉 这次要是不能安装 我就把漏斗给撤了 OK 没问题 那么接下来就是按照我这样 再搞出两个漏斗连接熔炉 然后漏斗上各放一个储物箱 一个放燃料的 一个放矿石的 最下面那个箱子是收集烧制好的材料的 好嘞 大功告成了 OK 那我现在就往这个箱子里面 放进小煤矿燃料 然后再往上面的这个箱子 放进我身上所有的矿石了 嘿嘿嘿 那时候咱们就是这条街最土豪的仔了 大师兄 矿石可以放在这里慢慢烧制了 咱们好像可以先去打黑龙呀 你这是在逗我吗 我们现在身上的武器就只有一把能量剑 你是想拿着它去给黑龙清理牙缝吗 那不然怎么搞啊 难不成整天在这里烧矿石啊 大哥 可以找点其他事做啊 以你这样的智商再这样玩下去 估计会退化到原始时代了 老板 我已经开始准备来制作火箭背包了 火箭弹还有态桶都可以制作出来了 还有新能块也可以搞出来了 现在就差去烙眼浆了 也不知道哪里比较容易找到岩浆 前面有只咕咕鸡 要不过去问他一下哪里有岩浆 哈哈 看来他是不会告诉我了 居然还能飞下去的 那来我这边吧 我跑到金字塔这边 想来拿一把短弓回去附魔 哦 难怪大半天没见你人影了 不过金字塔里面确实有很多岩浆 我现在就骑着我的小飞鼠过去咯 那我也得准备来搞把短弓了 不过金字塔里面好像只有一把 所以我准备干掉长矛怪 收集点石线去制作 只空倒下的怪物还不少 省得我到处找了 好嘞 搞到实现以后 跑到金字塔跟大师兄会合了 其实我主要是要来捞几桶岩浆了 哎呀 一进来又被揍了 赶紧先找个偏僻的角落躲起来 这里应该算安全了吧 那就直接捞上几桶岩浆咯 我准备了四个态桶 全部都给他捞上了 待会可以多制作个火箭背包给大师兄 OK 现在就可以来制作火箭背包了 诶 只能制作一个吗 哦 原来是火箭弹还不够 那就再制作两个火箭弹咯 然后火箭背包就可以多制作一个了 诶 大师兄 你人跑哪了 我从近来到现在都没有看见你的 哈哈 我的正式美颜 不是随随便便的人就能见得着的 那我不瞅你了 反正岩浆到手 火箭背包也制作了 我都可以准备回家了 我早就跑出金字塔了 短弓已经到手了 现在准备上塔顶了 哦好 那我骑上小飞鼠上去跟你碰碰面 比一比 看谁能先到达塔顶 虽然不知道这种比试有什么意义 不过就你这渣渣的飞行技术 我闭上眼睛都能玩怨你 看到没有 还是抢先你一步了 好了 不跟你在这里扯了 我先回家了 哎呀呀 看来是不屑和我一起回啊 那好 那就再来比试比试 谁能先回到家 哈哈 我又回到了水电梯这里了 你还没到吧 现在谁的技术渣 一目了然了吧 呃 不好意思 对这种毫无意义的比试 被我直接忽略了 而且有时候不是靠技术的 也要靠脑子的 我是用传送卷轴回来的啊 这 我好像又被侮辱了 我给忘了可以用传送卷轴了 好吧 我也回来了 免费的失线了 那必须成全它 看地图 大师兄的坐标就在这附近啊 人呢 啊 你跑上面干嘛了 比你早回家太久了 显得无聊 就用曙光石块 给空岛神殿上面装饰了一下 嘿嘿嘿 这种事 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我现在也上来凑凑之闹 反正有帮一下忙 到时候我就能说 这是我做的了